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念慈从小就养尊处优 被灌出一身的公子病 骄纵无数 2005年 她的母亲通过中介 将初中毕业的她 送往了美国华盛顿 一所名为爱尔格英迪的学校念书 每年学费 大约是八万美元 然而这所学校 让张念慈更加的 如脱缰野马 迷失了本身 打架 泡妞 搞帮派 只是父母 不知道内情 2008年春 张正安 张正安仕途受阻 刘经丽的美容院随之倒闭 两人离婚 张正安 净身出户 刘经丽 寄望于儿子 倾尽全力 把两套房产卖掉 凑齐了一百万 回到美国 想着儿子 能度金归来 扭转乾坤 然而这一百万 还没够张念慈挥霍半年 2009年7月 张念慈没考上大学 只得回国 那时候 他和母亲刘经丽 租住在一套三居市里 潦倒落魄 但是张念慈 依然不改公子作风 不找工作 还整日泡坝玩游戏 没钱 张手就要 刘经丽无奈 去一家服装厂上班 住着廉价的宿舍 省吃俭用的养活的 2011年5月 刘经丽认识了 已婚男人白晋昌 两人开始拼居 张念慈 偶尔会找白晋昌要钱 因此称他为白叔 同年10月 无钱可花的张念慈 经朋友介绍 找了一个专门放高利贷的公司 借了两万元 一个月后 他将钱花光 被高利贷公司的人 打得四处躲藏 11月29号 几个青年 首持铁管 来到北京大道的服装厂宿舍 找到张念慈 威胁 如果春节前不归还本息 2.8万元 就打折他的腿 刘经丽听后 嚎啕大哭 2012年元旦前夕 刘经丽结束夜班回家 在厂门口 遇到车间主任徐峰 徐峰 44岁 平时好似 常在言语上 对刘经丽进行开游 见四下无人 徐峰又凑近刘经丽 说 晚上去你那里 刘经丽听罢 骂他老不正经 晚上 徐峰再次打电话 骚扰刘经丽 刘经丽不生其烦 又灵机一动 他对张念慈说 儿子 我有办法弄钱了 张念慈问怎么弄 刘经丽说 厂里有个色鬼 一直骚扰我 我想领他来家里 关键时刻 你用钥匙开门进来 咱敲得一闭 张念慈听了 犹豫了一下说 这事儿最好告诉白叔 刘经丽斟酌以后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白敬昌 白敬昌也默许了 2012年1月2号中午 刘经丽给徐峰发了一条短信 称晚上只有自己一人在家 并附上了地址 徐峰收到短信后 当天晚上八点多 就来敲刘经丽家的门 事先得到通知的白敬昌和张念慈 一起潜伏在楼下 看着三楼的灯灭了 他们就上去捉见 当天白敬昌冲进房间 把徐峰一顿打了 张念慈扮红脸 说呸点钱算了 而刘经丽 装目作样 锁在墙角裤 最终 徐峰被逼着 打了一张六万元的欠条 陷在十天之内还清 并拍了照 威胁 不给钱 就到处张贴 一月七号下午 徐峰将凑齐的六万元 送到刘经丽家里 钱到手以后 还清了张念慈 欠下的两点八万元高利贷 还剩下三点二万元 刘经丽给了白敬昌五千块 自己留了一万 剩下的全被张念慈 拿去花了 刘经丽劝 跟张念慈找份工作 张念慈说 我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再说 没钱了 你也不会让我饿着 刘经丽 被他气个半死 2012年秋天 刘经丽在服装厂 帮张念慈找了一份工作 当时张念慈 产了一个名叫 张小慧的女朋友 也渴望稳定 勉强去上起了班 不料 2013年9月 张念慈突发奇想 辞职跟几个朋友 合开了一间小酒吧 还让刘经丽 向白敬昌借了五万元本钱 可三个月以后 酒吧便破产了 张念慈又欠下了一屁股债 2013年12月 张念慈的女友张小慧 突然怀孕 催着结婚 张念慈不想打掉孩子 便跪求母亲刘经丽帮忙 妈 我们连财礼钱都给不了 这可咋办呢 刘经丽叹息落泪 问能不能缓一缓 张念慈说 肚子里的孩子缓不了 接着他试探着说 您上次那个办法 其实挺好的 刘经丽明白了 做事要揍他 可是心里啊 却在算计 或许啊 只能如此了 2014年1月2号 刘经丽去了雪峰大桥排场打麻将 这个之前 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李孝元的排友 他常常对刘经丽开黄枪 刘经丽觉得是个机会 到了排场 果然看到李孝元在那里打麻将 刘经丽故意坐在一旁观战 李孝元又开始调戏刘经丽 甚至公然对着说 哎 美女啊 我稀罕你啊 刘经丽骂道 色鬼 有种就来啊 谁怕谁啊 打牌的人听了 都起哄大笑 多年的经验告诉刘经丽 事情快成了 果然1月6号傍晚 刘经丽接到李孝元打来的电话 约了去开房 刘经丽以家里有事为由拒绝了 第二天 李孝元又打电话 约了见面 刘经丽再次拒绝 但见鱼而上钩 他便开始策划下一步 他先说动白敬昌 和他在刘八村另外租一套房子 然后在1月11号下午2点 用短信方式将地址发到李孝元手机上 说 你来吧 你来吧 家里没人 傍晚七时 刘经丽和白敬昌一同去北京路中青网吧 找到张念慈 白敬昌对张念慈说 晚上有个男的要来找你妈 咱像上次一样 找他要点钱 见张念慈没吭声 刘经理自顾自地先走了 白敬昌带着张念慈跟在后头 到了刘八村出租屋楼下 白敬昌和张念慈藏在马路对面的树荫底下 不久 李孝元开这辆车牌为玉26G185的黑色比亚迪牌FO型小车 从南边来了 停在了北京大道路边 随后 刘经理领着他一同上了楼 十五分钟后 楼上的灯灭了 白敬昌和张念慈就冲进了房间 屋里的李孝元 裤子都没来得及穿 就被白敬昌把翻在地 张念慈故意说 妈 你可真丢人哪 刘经理躲着哭 李孝元哆哆嗦嗦的求饶 白敬昌边打边让张念慈拍照 李孝元被打的鼻子嘴巴都是血 白敬昌问他 这是第几次 他说是第一次 白敬昌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殴打 还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 做事要砍李孝元 刘经理上前阻拦 白敬昌为了眼的逼真 仰手给了一巴掌 还骂道 滚开 你这个贱人 打累了 白敬昌把菜刀放在洗衣机上边 坐在客厅抽烟 这时张念慈走过来说 爸 要不让他给点钱 叫他滚吧 这话是故意说给李孝元听的 果然李孝元在房间里听见了 大家说 我那车值两万块 我把他给你吧 白敬昌吵房间大吼 你住嘴 我不要你那破车 我要报警 李孝元说 我打电话让朋友会席钱过来 接着李孝元分别给三个朋友打电话借钱 其中两个人答应稍后会过来 但一直没会 张念慈搜了李孝元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问了密码 下楼去了 张念慈走后 李孝元说 想去小便 白敬昌看了他一眼同意 不一会儿 当李孝元从洗手间出来试 看到了洗衣机上的菜刀 便拿起菜刀冲到客厅 静止往门口跑 白敬昌赶紧阻拦 被李孝元一刀砍来砍上了右手 这时李孝元已经打开了门 刚要跑 白敬昌回身拿起一张椅子 将他砸倒在地上 白敬昌冲上前制服了李孝元 用脚拼命地踢他下提 李孝元被踢得嗷嗷叫 刘金丽怕出人命 也过来拉白敬昌袖子 可刚助手 李孝元便开始抽出 口吐白沫 刘金丽慌了 和白敬昌一起 把李孝元抬进卧室 李孝元被抬到卧室墙根 坐立不稳 直往旁倒 一会儿张念慈取款回来 见此情情 问要不要叫救护车 并且告诉他们 李孝元的卡上只有四百元 白敬昌说 他去叫 出了门 他回头示意留经历 也一起离开 故意留给李孝元逃跑的机会 三人匆匆下楼 故意把客厅门敞开着 可在楼下等了十多分钟 仍不见李孝元下楼 此时 刘行李沉不住息了 带上儿子上去查看情况 见李孝元一副醉酒的样子 就打电话 让白敬昌上楼想办法 最终他们决定 把李孝元抬到他的车里 让他自然醒来 抬上车后 他们像没事一样 把车门关上 车钥匙扔进车里 回了自己的家 第二天 刘行李特意骑单车 绕过北京大道 看见李孝元那辆黑色比亚迪 还停在路边 他给白敬昌打电话 白敬昌说 他不走我也没办法 可能是想讹咱们 一连几天 白敬昌和刘经历 都不敢去刘瓦村的出租屋 他们都悬着心 但谁都不敢去 看看李孝元还在不在车里 2014年1月17号中午 白敬昌特意绕到北京大道 见李孝元停车的位置上 站着一群警察 旁边还停着一辆救护车 他假装上前围观 看见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被抬上车 从衣服的样子知道 李孝元已经死了 原来当天有交警路过查车 发现车内有人 拉开车门后 才知那人早已身亡 于是紧急联络120和110 白敬昌胆战心惊 胆紧打电话通知刘金丽 对着说 他地理在广东中山 去那边先避一避 刘金丽立刻打电话通知张念慈 刘金丽约了儿子张念慈 在南洋郊区林场见面 并给了他两百块钱 说 你明天先坐长途车去中山 我和你白叔过几天再去 张念慈六声无主 第二天就乘车离开了南洋 1月19号23点 河南警方在湖北省 隋越高速仙桃服务区 一辆开往广东中山的长途大巴上 抓获了在桃的白敬昌和刘金丽 数小时后 在中山警方的配合下 又在中山市西区儒家酒店 抓获张念慈 2015年7月15号 河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白敬昌因故意伤害罪 敲诈罪被判死缓 刘金丽和张念慈 因故意伤害罪敲诈罪 分别被判17年和2年有期徒刑 好 故事说到这儿 就告一段落 除案犯外 其余人为划命 今天这个故事中啊 涉及到了两个法律问题 一个是敲诈勒索罪 一个是故意伤害致死罪 母子二人设计桌奸具来敲诈勒索 还是儿子上门桌奸母亲 说来实在是嘲讽啊 刘金丽破产 不争气的儿子张念慈 国外度金六年 大学都没考上 只得回国 但国外养成的臭毛病 一点没改 好吃懒做 招手要钱 家里没钱 竟伸手向高利贷借钱挥霍 为还欠款 刘金丽设桌奸具 发短信 让经常骚扰自己的徐峰 来自己家 和刘金丽拼居的已婚男 白敬昌 同张念慈二人在楼下潜伏 看到刘金丽屋里灯灭了 立马上门桌奸 白敬昌将徐峰一顿暴打 刘金丽却装模作样 缩在角落里哭 张念慈扮着红脸 说赔点钱算 拍照 威胁逼迫徐峰写下六万元欠条 现得十日还清 三人是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涉嫌敲诈勒索罪 在第二次敲诈勒索时 白敬昌殴打被害人李孝元 并拿出一把菜刀威胁要砍人 李孝元感受到了生命威胁 趁着去厕所的间隙 拿起菜刀防身想逃跑 不料 却被白敬昌用椅子砸倒 并拼命踢下体 导致李孝元口吐白沫 不停抽搐 健壮三人有些担心 于是将李孝元放到车上 让他自行醒来 几天后李孝元尸体被发现 白敬昌 张念慈 刘经丽三人被抓 经河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白敬昌因故意伤害罪 瞧着勒索罪被判死缓 刘经丽和张念慈分别被判处 十七年和两年有期徒刑 三人罪有应得 法律罚当其罪 除了法律问题之外 还当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刘经丽花了五百万 送张念慈出国读书 本是妄子成龙 不料却养成了张念慈 打架泡妞 搞帮派等一身的恶系 错误地认为 留学美国就是进了保险箱 盲目耕风留学海外 真的是花了大把银子 又让孩子荒废了光阴 养成恶习 毁之玩意 想让孩子通过海外镀金 身家暴涨的想法 是幼稚不可取的 早该被淘汰 任何成功都离不开奋斗 不可能拿钱买到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